字幕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龍 那今天又來到我們這個禮拜的戰利品開箱時間了 那這個禮拜要跟大家分享什麼呢 還記得阿龍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這一隻就是 顏值還有它的那個動作1比1 就是很經典的那個姿勢的月光線值嘛 沒想到它居然有第二彈 然後是最近最近才剛剛新出的 然後拿給大家看就是這一隻 有看到了吧實在是太變態了 它這一隻已經做得非常好看了 居然又出一個翅膀版的 那因為阿龍沒有在follow月光線值的關係 所以我不知道它這個版本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所以它為什麼會變成這個型態的話 如果知道的觀眾可以在下面告知阿龍 然後讓我知道說它為什麼會變這個型態 不過這個型態非常的好看 光從那個外表阿 畫面這個外表給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好看喔 因為月光線值這邊的話它是有那個護額的那一種 然後它這邊的話是直接 有點類似香月亮 然後我會誤以為說它是不是跟那隻那個 就是那隻貓合體了 不知道為什麼會變這樣 可是我覺得它真的 跟這隻比的話 兩隻都好看 然後我現在的話就是想要把它做凱翔來 給大家就是分享我的第一手 就是新公仔資訊這樣子 那我們下個禮拜呢 打算給大家抽不一樣的公仔 因為阿龍剛好回去巨無霸補台的時候 剛好打到這一盒 也很幸運的十塊錢就出貨了 那因為臨時出貨的關係 我就沒有拍了 那這一盒就想說送給大家 因為這隻QP還不錯看 那無奈就是它裡面的那個 那一代可能稍微有一點破損 所以就是等一下會拿出來給大家看 那這隻公仔還不錯看 就是以QP的素質來講的話 還不錯 這隻叫做什麼 這隻好像是日本的那個偶像公仔 這隻叫夜美香 那下個禮拜的話 就是抽QP的公仔給大家這樣子 那等一下這隻會稍微拿出來 跟大家做分享 那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進入今天 重頭戲就是這一隻 月光仙子翅膀版的開箱 這一隻真的很新很新喔 這應該是最近這 一陣子才剛上來的 我真的覺得很新 然後一看到我就決定說要打他 因為這隻月光仙子 我本來就覺得說很喜歡的 然後沒想到他居然還有翅膀版的 然後之前他還有出一個那個 也是QP版的小隻的 那個我沒有收集到 不過我也是一直都想要收集啦 那沒關係 就是剛好如果遇到有 緣分有槍位的情況下 我們再來打 他打開的話是這個樣子 然後稍微打開給大家看 像這種角色阿 厲害的地方就是在於他翅膀的部分 那他這個的話也是 配件的話也是算蠻多的 就是他的斷帶阿 然後兩截頭髮 然後還有主題一個 然後這隻手的話 因為手可能要這樣子舉出來 所以他有分開放了 然後兩截的翅膀 然後還有這隻手跟這個 然後這裡還有代理的製造房號這樣子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把它組起來 來 來好了這隻已經組好了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那個 後面配件真的非常多 尤其是這個翅膀的部分 欸 目前為止是沒有看到什麼挑剔啦 不過可能是因為 阿龍開代理板的關係齁 因為 這一次不知道什麼 剛好有遇到所謂的塗料瑕疵的部分 那就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應該不是什麼大問題 可能就是 稍微擦一擦處理就好了 近看給大家看齁 就是他這裡那個 這裡裙子的地方 他這邊會有一個 一點點的髒汙 然後脖子這邊也有 阿我不知道是因為那個 代理板還是怎麼樣才關係 因為這隻是 夾到之後全新拆出來了 阿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有一點點 就是脖子這邊也有 有一點點髒髒的這裡 這裡 還有那個 裙子的地方 不過布 整體的話 他是乾淨拆出來的 然後後面給大家看他翅膀的部分 這隻算蠻搞剛的 因為左邊右邊 然後兩截頭髮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斷帶的部分 其實做工上面 其實算蠻不錯的 然後這隻我也沒 目前為止的話 進來都是代理板 我還沒看過金證 應該是差不了多少 然後他這邊 其實最近的話 公仔其實都用這種腳架的話 其實 不是很喜歡 因為他那個腳架 固定在高跟鞋的方面 其實算是一個缺點 因為我覺得沒有像兩個那個 插座 插在那個 圓形座台那邊那麼穩 因為稍微掰動一下 他可能 就是固定方面就會出問題 可能就會 很容易就掉出來 不過這隻整體上面的那個 西皮紙算是蠻高的喔 所以我其實我推薦給他 我自己是喜歡粉紅色外盒的這一隻 因為他兩個的話 顏色有 就是附近的顏色會比較深 跟比較淡一點的差別這樣子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兩隻 你看 這一隻已經 這一隻已經很好看了 然後沒想到有這一隻 對於就是稍微有一點翅膀控的我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一隻的話我是 就是必定得收藏的啦 然後 跟大家 分享一下這樣子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會就近拍攝這兩隻 那個 近照的特寫給大家看這樣子 那 稍微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一隻那個 夜美香 你看我稍微移動一下 他那個角度就要掉了 這隻夜美香 那這隻的話 我不會拆 他就是可能是 有人在拆檢的時候 他可能 那個袋子剛好黏在那個 紙板上面 然後他不小心扯到 所以代表 代 代子稍微有點破 可是他的東西的話是 還是完整在裡面 像這樣子 打開這樣子 然後這個的話 應該已經算出很久了 所以他的那個 內袋會有點舊了 然後阿龍仔細檢查 其實他算是 內容物算是完整的啦 那想說 送給大家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他這邊在扯的時候 都不小心把他扯破了 那也 想說 大家可能會比較喜歡 女生的公仔 那這隻的話 就想說抽給大家 這樣子 那 就稍微近拍給大家看就好了 那阿龍不拆這樣子 那下個禮拜 我們就來抽這隻夜美香這樣子 阿喜歡那個 美女公仔的 這隻 不算是美女公仔 不過QB有QB的喜好者 那希望大家就是 不會吝嗇 收下這一隻 這樣子 那我們就把它安排在 下個禮拜抽獎的部分 那今天 這兩隻 那個 美少女評比的部分 就準備到這邊結束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準備下一部影片再見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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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拍給大家看 阿龍剛剛講的 這瑕疵就是在 脖子的這個地方 還有這裡 塗料的地方 這也是一開始拆出來 就有看到 不過我們這個 稍微處理一下 應該不成問題 然後他這個翅膀 還有他的裙子 搭配色方面 其實這次都很好看 所以其實我也 算滿滿意的 還不錯 就是像阿龍說的 他真的在移動過程 像這種 阿龍這種 木頭桌子 就是有點 歪歪曲曲的 其實他這個固定 他這個 底座啊 真的很容易 就是稍微 掉出來掉出來這樣子 其實我真的覺得說 為什麼不做 圓形的就好了 最近七龍珠 很常做這樣子 不知道是節省還是 比較好 就是方便裝進去 那個袋子保存 還是怎麼樣 我還是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那個圓形的 會比較好一點 都是用這種底座 你看 這個的話 立得比較穩一點 然後他這次的翅膀的話 配件還算滿多的 就是 這邊兩片 然後下面還像一個斷帶這樣子 以CP值來講的話 其實這隻月光線紙 喜歡美女公仔的觀眾 我真的願意你收 因為我覺得 這樣子的CP值真的很夠 原本這隻CP值就很好了 然後後來你看 你看你看 我稍微用一下他那個 那個位置又要掉了 然後等我一下我把它弄一下 好了 不知道是因為當初 阿龍有跟開箱跟大家講 不知道是因為我剛好 有一點小瑕疵 但我總覺得這個 夾的 它不是夾的很實啊 所以我覺得它會有點這樣掉 可是並不影響 我喜歡這隻公仔的那個 感覺所以我覺得還好 OK 那這部影片就分享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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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